在 Windows 中使用 HP Scan 从 HP 打印机上的文档进纸器进行扫描。 从 support.hp.com-drivers 安装了适用于打印机的最新驱动程序和软件后,即可使用 HP Scan。 在打印机上,将页面正面朝上放入自动文档进纸器以使其正面朝上扫描。 调整导板,使其贴靠在纸叠边缘。 在计算机上,选择开始输入 HP 打印机的型号,然后从结果中将其选中。 从 HP Printer Assistant,根据您的打印机,选择打印和扫描或打印、扫描和传真选项卡。 选择扫描,然后选择扫描文档或照片。 根据扫描类型,选择扫描快捷方式。 在窗口右侧的下拉菜单中更改任何所需的设置。 选中显示扫描预览或扫描后显示查看器旁边的复选框。 如果您的打印机既有文档进纸器,又有扫描仪玻璃板,则从来源下拉菜单选择文档进纸器,如果已在其中放入页面。 如果需要,请选择高级设置或更多,以更改任何其他扫描设置。 选择扫描。 随即打开扫描预览,如有需要,请双击扫描项目的缩略图图像进行其他更改。 选择保存。 如果需要,请选择您要保存扫描结果的文件夹,然后更改文件名称。 选择保存,将扫描的图像进行保存。